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爺 我們現在打一下六瘋王的災二級 稍早頻道已經有發布一個原版的六災 那現在我們要來打的是無核心敵技的版本 那用的一樣是坦派斯特利姆路 也就是這次合作的1%大獎來解三成就 那這一隊雖然跟原本的六災是一樣的 但是要記得打法跟劇本是不一樣 因為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關卡 然後這一隊的話呢 打Extra就要幫我注意血量要超過8萬 這樣子自爆兩隻過來才不會死掉 除非你想讓他們分開炸啦 那個當然就是劇本要自己去微調 那這邊的話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有看清楚 可以暗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槍截囉 好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不要手消光然後大力轉 雖然講是講大力啦 不過平均大概2-3康就可以了 反正就以不手消光為主 好 這邊是第一回 好 這邊第二回 好 接著第三回 好 第四回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把附加消除打開 好來 接著我們開自己的飢餓 好 然後再開一次飢餓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新起手圖一個滿板給他喔 好 這個動作的話可以熟練一點 就是新起手圖滿板這件事情 因為關卡裡還會用到很多次喔 好 接著第二條血這邊一樣 新起手然後我們圖一個滿板給他 OK 好 那等一下第三條血一樣喔 就是新起手然後圖一個滿板給他 OK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大力轉手消全部的暗珠就可以了 因為故西的話呢 我們的蒙王有無視 好 OK 來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我們開地獄++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不守消暗 然後水火木也都各轉1C就好 因為對面還有 水火木連擊相等盾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三 好 第三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龍刻之力 然後我們選解析鑑定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去轉全體攻擊 但是要注意不要守消光也不要守消暗 你就讓他兩隻一起炸過來 好 OK 好 那這邊兩隻一起炸過來 也就是說那個 也就是我開頭提到血量高過8萬的地方 好 來 接著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開附加消除 好 然後我們開白骨 金去無視他的工錢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自己的忌餓 好 然後我們一樣 新起手圖一個滿板給他 因為對面有手消全心 然後又有滿板盾 好 那工錢就是藉由火白骨金來無視掉 OK 好 接著第五 好 第五這邊的話呢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脹氣 然後盡可能就塗到滿板 好 那如果說塗不到也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消到第三種符石就好 你消第二種他減傷會變50% 那還打得到他 好 算了 這邊 對啦 有無視減傷抗性了 對不起 就塗吧 給大家看一下 減到100 也是可以塗過去的 所以不用擔心 好 接著第六 好 第六這邊的話有兩條血 更正 三條血 那這邊我們第一回合 要先塗10顆新珠出來 我們算一下場上有幾顆 1234567 所以我們再額外塗3顆出來就好 這邊不要多塗 因為你多塗的話 等一下 你反而不好去轉珠 這個要注意 好 那我們塗了10顆新珠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邊邊角角 然後我們隨便找一個1C送給他 這樣就好了 好 這邊新珠都不要消掉喔 我們要等他第二回上印記 好 那第二回上了印記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是開始來疊珠 把這個印記全部疊到 不要用手消的 我們用疊珠的 好 好 那第三回呢 一樣 注意不要手消到新珠 然後這邊我們轉光跟暗 各1C就可以了喔 因為對面這一次是變成光暗連擊相等盾 好 這樣就好 OK 好 來這邊跳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二條血 那第二條血這邊我們可以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這邊我們要轉到6組屬性 所以我們在點珠子的時候要注意 那個新珠不是屬性 這個一定要稍微留意喔 好 那這邊我們就去把6組屬性轉到位 好 拼圖有內建無事 好 這邊掉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第三條血這邊的話我們開白骨金 好 這個算是稍微增傷一下下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開地獄家家 好 地獄家家可以無事無屬 好 這邊就直接送他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七 好 第七這邊的話我們就開龍科之力 然後選擇解析鑑定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大力轉 不要手銷到那個新珠就可以了 好 接著第八 好 第八這邊一血我們要轉對7C兩次 轉對兩次他就會自己自殘死去了 如果你這邊都 就是跟我一樣的話那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但如果你有失誤的話 你要稍微去注意那個混沌值 好 這邊要再一次喔 好 你可以跟我一樣就是半邊先轉一個滿板 這樣子就是5C了 然後我們在另外一邊再找個2C出來就可以 好 好 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我們這邊點10顆光珠出來 那一樣我們就是不守消光 然後把那10顆用疊的 好 這邊一樣喔 不要點多 因為你點多的話就 不好轉 這個要注意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點出有10顆光 好 那這邊就是開始大力轉喔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光珠疊一疊 因為對面還要累積消10顆光啊 OK 好 接著第9 好 第9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開龍科之力 然後我們選解析鑑定 好 然後我們就開自己的記憶 好 那這邊隨便點就可以了喔 好 然後我們就是把板面你能看到的珠子大力轉 因為這邊是符石騙你 但是他不是全騙 他是騙半套 好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點這個邪惡的光珠 啊 盡可能就把他點掉 好 光光光 OK 好 那這邊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抓自己的角色珠大力轉 但是要記得守銷全部的光珠 然後轉完的時候 我們也要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就是放到這個格子裡面去 好 我們先來守銷全部的光珠 好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好 OK 來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2條血這邊我們就開復銷 好 然後這邊等一下轉完的時候 我們都去停在這個血域地裡面 好 然後護盾呢 我們也要記得稍微去回一下下 你只要有消腫竹竹他就會回 所以這邊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啦 你就記得轉完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停在血域地裡面就好了 好 這邊再轉一下 OK 好 這邊盾破了 盾破了就要稍微記得去回一下 好 這樣 OK 好 接著來到最後一條血 最後一條血這邊的話 對面會指定消那個三種符石 那我們就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去點對面指定的 然後把它消到全部 這邊指定的是水火星 那我們就把水火星點出來 好 然後這邊我們就去守銷對面全部 只是說他還有16C 這個要稍微注意 所以我們在轉的時候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C數 好 看一下水火星 OK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這樣子 好 那以上這邊的話 就是利姆路坦派斯特 過這個六災 五核心敵技 也是三成就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